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功能的激情高涨了以后 是任何人都没办法去控制住的 所以这个起义很快就失败了 失败了以后 后来葛兰西就开始反思 共产委员会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就觉得他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共产党 要有一个共产党的组织 功能运动不能是一种自发的运动 其实它的政治斗争形式不能是自发的 它必须是什么 必须要有一个党的组织 所以他们就开始从事建党的活动 刚开始的时候建党的活动 葛兰西也不是总书记 后来移植到1925年的时候 他才当选为总书记 然后确定了他在意大利共产党当中的 引导地位和思想路线 这是他的这样一个革命活动 那么这样一个革命活动可以说 极淀了他对这个哲学问题的思考 就是可以说他的哲学就是对他的实践活动的这样一个提升 那么在哲学的理论上呢 他继承了意大利的文化哲学的这样一个传统 当时他对这个语言学 对文化文学 能本学 心理学 美学 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写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文章 这个部分呢 是这个我们的 我们国家的这个葛兰西研究当中的 就是很少注意的这样一个部分 其实这个部分为他后来写这个欲中杂记 可以说打下了很坚实的这样一个理论基础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理论基础的话 他的欲中杂记不可能形成新的这样一个观念 不是说他在欲中写的一些感想 而是把他前面的这样一个革命活动 以及他的这样一个后面 这个前面的 以及他的这样一个理论研究啊 全部把他凌结为他自身的这样一个哲学创造 在监狱的这个时期呢 也就刚好是什么 他从这样一个现实的这样一个革命活动 就说作为一个 然后反思过来在一个 像一个书在一个很安静的这个环境里面呢 来重新思考这样一些理论问题 他所经历的这样一个实践和理论创造的问题 所以呢 在这个贝普寓意以后呢 他就结合这样一个 前期的这个理论和实践活动啊 就开展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样一个创造研究 然后创立了这个 创立了这样一个实践哲学 实践哲学 他的这样一些这个思想呢 一个是在他的欲中杂记里面 这是我们讲的最重要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欲中杂记 就是欲中的这样一个书信 通信 当时他的这个遗媚啊 就是他的遗媚啊 经常去探监 然后探监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思想啊 就通过他呢 就把他传递出来 传递出来保存 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欲中书信 这个欲中杂记出来以后 还包括他的欲中书信 那么都是通过他的这个遗媚传出来的 那么这样一些东西啊 都认述了他的这样一个实践哲学 可以说是他贡献于世的 最宝贵的这样一个里面遗产 这是后来陶尼亚地呢 对这个葛莱西的思想啊 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 开阔啊 做了一个开阔 就是说第一个呢 就强调了 就是说他的思想 具有浓厚的这个意大利的 这样一个民族特色 这是强调他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 从他的整个研究 就是以语言 他甚至谈到 他说他在跟这个 这个葛莱西的接触当中啊 就是说他对意大利的哲学 对语言哲学 做了一个很深的研究 而且他的研究 和别人一般人对语言学的研究 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他在寓意 这个 被谱寓意之前 可以说是对这个 对这个意大利的这样一个 哲学思想 做了一个很系统的 很深刻的研究 他认为这样一个研究的 这个深度啊 超过了当时的任何人 任何人 那么这样呢 就是说实际上呢 就是说他在整个的 这样一个研究当中 包括就说以后的 这样一个哲学的发展 在欲中哲学当中啊 都包含了这个 意大利的这样一个哲学传统 哲学传统 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呢 就是说他有这个 强烈的时代特征 强烈的时代特征 这个时代特征啊 他是和帝国主义时代 所要研究的 这样一个问题相联系的 就帝国主义时代的 这个国家和革命问题 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一个问题啊 他做了一个 很深刻的这样一个研究 我们说帝国主义时代 他所要求的什么 要研究国家 因为国家和政治的 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一种 因为他使这个整个国家 帝国主义时代 他使资产阶级的国家 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根本性的变化 所以要求啊 对这个上层建筑的问题 进行研究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陶利亚帝认为啊 他有宣明的 这样一个个性特征 宣明的个性特征 所以呢 就是说 他的思想啊 是他个人的 是他个人的 是富有个性的 他不是 也就是说 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思想 不是对别人 思想的一个 散词 仅仅是散词别人思想 而是作为自己啊 作为一个 作为一种思想的一个创造 一个创造 所以他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在这个 葛兰西的认述当中呢 我们主要是从他的 这样一个个性特征啊 个性特征啊 来看他的前两个方面 那么前面我们讲了 就是说 葛兰西啊 他的整个的哲学创造 哲学创造呢 都是和他的实践的哲学 和实践哲学的定义 是相联系的 相联系的 所以呢 我们首先分析了 就从他的哲学的定义 开始分析起 分析起 那么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哲学 那么在不同的时代啊 人们对不同的哲学家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是很不相同的 我们原来讲的啊 在定义哲学的时候 特别是在这个学 你们学这个希腊哲学的时候 讲哲学什么 哲学就是求知 什么叫智慧呢 就是有知识就有智慧 有知识就有智慧 所以呢 整个发展起来的 这样一个哲学求知啊 他就把哲学看作是一种 什么构造观念的活动 构造观念的活动 这是一种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以后的这个哲学家 哲学家就发展的 这样一个实践传统 就把这个哲学叫什么 叫求善和求美 就是说是转向了一个 对意志的研究 哲学啊 不是一个求 不仅仅是一个求知的活动 同时它也是什么 是求善和求美的一个活动 是求善和求美 那么也就是说 智慧是什么 是善是美 那么也就是说呢 哲学应该是研究 人的生命的活动 而不应该仅仅是 研究人的知识 不是一个哲学 不是一个知识的体系 而是研究人的生命 和人的自由的 和自由的 就是说应该走进 实践和人的经验世界 那么这样一个思想呢 可以说是从维科到这个科罗奇的 整个意大利哲学的一个传统 整个意大利哲学的 这样一个传统 这个葛兰西呢 就继承了这样一个传统 继承了一个传统啊 重新来散发这个哲学的问题 那哲学的定义 那么他对这个哲学的定义啊 我们首先从他的这个 第一个定义开始 他讲了什么 人人都是哲学家 这是他最著名的一个定义 人人都是哲学家 他在提出人人都是哲学家 因为他那个哲学 这个玉中杂技啊 在下了这个定义以后 他有很多附著 就是在下面呢 有些附著 这个附著是什么呢 就是他对这样一个 他所提出的一个观点 做一些解释 当我提出这个 人人都是哲学家的时候 他应该包含哪些含义 为什么定哲学家的哲学 哲学的定义要从 人人都是哲学家开始 哲学家开始 他认为啊 这个人人都是哲学家 这个命题啊 应该什么呢 所以他应该认为 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两个方面来理解 就是他是一个 文化哲学的一个命题 那么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所以他首先提出什么 他说证明能能 所有人都是哲学家的哲学 他说第一个 他是包含在什么 语言当中 他提出来 他说从语言的这个角度上 进行认证 所以他说 他首先包含在语言当中 包含在语言当中 那么这个语言呢 他说不只是缺乏内容的 语乏上的字 语言是一定观念和概念的总体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那么这个 他讲的这样一个意思 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就是讲的这个 就是说语言啊 这个哲学啊 包含在语言本身当中 语言不只是于内容无色的 这个语乏的字 语言是既定的观念和概念的 这样一个总体 这样一个 就是说人能都是哲学家的 这样一个定义 他首先第一个什么 从语言的角度去进行研究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说这个 一个哲学的这样一个创新啊 它是包含两个方面 我们原来讲了 一个是研究对象的一个变革 就说任何一个哲学家 你要把他的不同思想 要区分出来的话 哲学如果我们说 看起来很 一个世纪 就说几个世纪的哲学 整个的这个哲学史啊 可以说是纷繁复杂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把它的 这样一个哲学的 这样一个内在规律 一个理念 作为一个抽象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哲学的变化 不外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哲学的研究对象上 就说你是把这个哲学 看作是对自然规律的 一个研究 就是说内在的 这样一个理性 知识的结构的研究呢 还是把它看作是 对人本身的 这样一个研究 这是一个不同的研究 对象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呢 哲学需要理性的思维工具 就是你是用什么东西 来进行思维 你的理性的工具 究竟是一个自然科学的 这样一个方法呢 还是人文科学的方法呢 就是说自然科学的 比方说像迪卡尔那儿 它是用的解析几何 而这个莱布利子 用的是维吉分 就是不同的方法 那么道子喊的 这个学术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你说建立的 这个哲学的结构 是不一样的 那么作为意大利的 这个哲学传统 就是说一开始 他们是以这个修持学文学 作为它的这样一个 理性建构的 作为它的理性工具的 就是我在思维的时候 我强调的是什么 是不是一个 自然科学的 这样一个传统 而是强调什么 用这个修持学 法学文学 这样一些 这个学科里面 所提出来的 这样一个思维工具 然后把它转换 提升转换成一个 哲学的这样一个 理性工具 然后开展示威 所以这个 维科在批评 这个 笛卡尔的时候 说笛卡尔完全是一个 骗子 是一个骗子 说他的那个哲学 完全是骗人的 他就讲他的 形而上学 要研究能力学的问题 研究人的问题 他用几何学的方法 他怎么能够 研究人的问题 所以这个哲学 根本都是荒谬的 他说是一个大骗子 是骗人的 他说你真正要 研究人的问题 你要从什么 要从公民社会里面去研究 那么这样呢 你就必须要研究什么 人的语言 人的这样一个 就是说他的宗教信仰 就是从他的这样一个生活公民 公民的这样一个 一个这个世界里面呢 去进行研究 那么格兰西继承这个传统的时候 他首先你看他定义的这个哲学 什么是哲学 那么也就是我在讲这个 人人都是哲学家 以这个东西作为哲学定义的时候 他的第一个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是从语言学 也就是说他运用的这样一个理性工具啊 是语言学的 而不是自然科学的 而不是自然科学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和前面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学的这个苏联的 学的这个马克思那个时候 强调什么 工具啊 把这个工具啊 看作是一个理性的工具 科学技术 就是强调这个政治经学理性的 这样一个研究啊 就是作为一个理性思维的 作为一个主要的工具 而格兰西在这儿呢 他首先呢 他认为了就是说 作为人人都是哲学家的 这样一个定义啊 他首先的第一个特性呢 是包含在语言当中 包含在语言当中 所以它是一种语言 那么后面一个 他说的 这个语言啊 不只是于内容无色的语法的字 语法的字 语言是既定的观念和概念的总和 这就是有一个对语言学 本身的一个研究的问题 就是说你在研究语言 把语言作为理性工具的时候 那么你是从什么角度 你仅仅是对它进行一种 句法的研究呢 还是说对它的这个语言本身的 这样一个 就是说一个 谨域的一个研究 就是说它自身的 这样一个文化的内涵的研究呢 这是两种不同的运用工具 同样是语言 但是这个语言呢 你比方说 这就是解释学的 这个两种传统怎么产生的 就是他们对这个语言 作为一个理性的研究工具的话 它对语言的这个定义 理解不同 所以它对这个语言的这样一个 作为一个理性工具 支撑哲学 对哲学的解释 它也就不同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葛兰西讲的 他说语言不只是 与内容无色的语乏的字 他说虽然有这一点 但是呢 语言是既定的观念和概念之总和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他所的语言 不仅仅是对这个语乏的结构的一个研究 不是局限在语乏的结构这样一个研究档 而是要研究语言后面的观念和概念的总体 观念和观念的总体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语言 他所蕴含的一个民族 一个时代的这个观念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样呢 他就从这样一个表层上面了 进到的对他的这样一个深层的这样一个研究 深层的研究 那么在这个 这是他的这个第一个啊 所以这就形成了什么 他对文化哲学的一个 我们为什么说 这个他讲的人人都是哲学家 是文化哲学的 因为他是语言 特别是语言的这样一个文化内涵为定义来研究哲学的 所以这是他形成了他的第一个概念 第一个定义 那么第二个呢 在这个分析当中啊 他强调了哲学家和普通人的哲学之间的关系 普通人的哲学关系 来认证这个哲学的 这个文化哲学的这样一个本性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讲的是第一个是语言的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哲学家之间的关系 他说人人都是哲学家的时候 也就是哲学家和普通人的哲学 提出这个定义啊 就形成了他的一个什么 一些这个思考哲学的一些 最基本的这样一个结构 也就是这个哲学的结构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就讲人人都是哲学家是什么意思 他说每个人都有 如果说哲学是世界观的话 每个人都有世界观 是吧 每个人都有世界观 你任何人的行动 你都是有目的的 都是受到一定的这样一个世界观支配的 世界观支配的 那么就他受每个人都受到世界观的支配而言 他你就说可以说人人都是哲学家 人人都是哲学家 但是作为这个人人都是哲学家 每个人受世界观的支配呢 他都受世界观的支配 但是呢 这个哲学家和普通人的这样一个哲学呢 他对这个世界观的态度和意识是不同的 意识是不同的 就是说普通人呢 他是在经验的 无意识当中受到他的世界观的这样一个支配 所以他的这样一个哲学表现为什么 一个经验性的 表现为一个经验性的 而哲学家呢 是表现为什么 是一个体系化的 就是他是创造世界观的 哲学家是什么 他是要创造世界观 他是把他作为一个什么 自觉的活动来进行创造的 来进行创造的 所以呢 就有什么 在这个人人都是哲学家里面 有哲学家和普通人的这样一个哲学之间的这样一个区别 这样就形成了什么 哲学内部的这样一个结构 他的这样一个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 他集算 这个原来人们都认为什么 所谓哲学啊 哲学家创造哲学 哲学一定是精英的 是精英的 是非大众的 是吧 他在提出来什么 就有一个什么 哲学家和大众哲学的关系问题 就是说有一个哲学家和这个大众化 大众文化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所以这样呢 他由于这样一个 他说 既然哲学家 他是一个世界观 他是一种创造 有意思的创造一个世界观的活动 而这个 人人都是哲学家呢 就是说大部分的非作为非职业的这样一个哲学家的这样一个哲学呢 他是什么 他是在经验层面上的 是一个大众的 是一个大众的 那么这就形成了什么 这个哲学家和大众文化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这样一个关系问题 他就有一个什么 哲学对大众文化 他是一个批判的态度 还是一个非批判的态度 批判的态度 还是非批判的态度 一方面呢 你哲学家你要依靠这个大众 就要依靠这个广大的这样一个人 因为 那么就是说 你哲学当中必然有什么 要有信仰 如果所有人都不信仰你 你之间呢 他必然有一层信仰的关系 是吧 如果别人都不信仰你 你这个哲学 他怎么能产生影响 怎么能成为别人的世界观呢 所以你哲学家所产生的影响 哲学他不是说 我对你每一个人指导这个现实的活动 而是什么 他作为一个文化的一样 就影响了你每一个人 那么这样呢 他就说 他就有一个这个要求信仰的关系 就建立这个宗教的 就是有一种宗教的信仰 但是哲学 他又不同于宗教 宗教呢 他是仅仅讲信仰 用信仰去麻痹人 而哲学是什么 他用理智去启发人 所以他就有一个什么 一个批判的关系 他们之间呢 有一个批判的关系 就是哲学啊 对大众文化呢 有一种批判性 有一种批判性 他总是要把这个群众的 这样一个思想啊 把它升化为提高到一个 更高的文化的水平 就说你是把这个 如果说宗教是使这个群众变得愚昧 保持在原来的发展水平上 来保持他的信仰 那么你这个作为实践哲学 作为哲学家的话 你应该是对大众哲学啊 采取一种这个批判的 这样一个态度 采取批判态度 要把这个大众文化呢 提到更高的这样一个水平 这就形成了什么 哲学的结构啊 不自一个精英的 这样一个体系的构造 就是说他应该有两重功能 一个是创造世界观 就是构造哲学体系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对大众文化的一个批判 对大众文化批判 所以在这个哲学的这个结构上啊 就等于是分化了 就是分化了 不是仅仅是哲学家 对世界观 哲学家和世界观之间的关系 而是有一个哲学家 对大众文化的关系 它是两重性的 所以这样它就使整个的 这个人们啊 对于他讲的这个 人人都是哲学家的这个定义啊 就使整个这个哲学啊 人们思维的这样一个结构啊 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 发生了这个变化 对大众文化批判的关系